以前买小米手机还没有256G,买完手机之后,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小米手机的内存开始不够用了,手机也越来越卡了。 那么怎么办呢?两个步骤将你轻松搞定,小米手机就会流畅的飞了起来。 微信设置禁止主动下载 微信现在是大家每天都会用到的工具,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微信每天都会自动下载特别多的垃圾,特别是有很多微信群的小伙伴。 那么如何禁止这些东西下载呢?其实方法很简单,打开小米手机的微信,打开我的个人中心,然后选择设置,找到通用。 找到通用里面的照片视频和文件,然后将主动下载按钮关闭即可,瞬间就能为你的手机腾出几个局。 第二个是定时清理垃圾,同时我们也要养成定时清理垃圾文件的情况,可以打开我们的小米手机找到安全中心,然后垃圾清理里面对显示内容进行。 清理即可,也可以保证你的小米手机腾出大量的空间哦。 现在它正在扫描我们手机上的垃圾。 已经扫描完毕了,现在共扫描出3.37G垃圾。 点击清理选中的垃圾。 瞬间,干净了很多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 看完你学会了吗?欢迎下方留言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